所以每次最新消息裡面你可以點進來 總共我們今天應該第五次上課 所以前幾次上課的內容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影片連結在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然後當然上個禮拜的重點包含就是說 我們會把前一次上課再稍微敘述一下 稍微重點再提示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講到有關那個 在Excel裡面其實除了函數之外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它可以把你前面做過的動作 你不需要重複做 你只要把它錄製成聚集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對應的程式 那個程式的部分的話可以讓你 自動下一次把同樣的動作 就是再做一次執勤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錄製聚集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如何錄製聚集 把Excel裡面的重複動作把它記錄下來 那它其實就是說 Excel會自動幫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棒的 因為以往你要寫程式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從哪邊開始 那這個時候你其實用錄製的 它會幫你把對應的程式產生 那如何錄製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假設你對錄製聚集還是不太說 其實主要當然重點就第一個 一定要把開發人員的標籤找出來 這個開發人員 預設是不會出現的 那當然你就必須要把它打開 上面沒有開發人員 那怎麼打開 上面有個箭頭 其他命令 然後制定功能區 找到開發人員 這個要打勾 按確定 開發人員才會出現 那當然預設狀態 其實你們是沒有這個開發人員 那當然我前面講過 為什麼它不直接就打開 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大部分的使用者 應該都不太會馬上需要用到 除非說它有進階需要 就比如說它想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那就勢必會需要這個功能 裡面當然我們是用錄製聚齊 那錄製顧名思義 它會有點像錄影的概念差不多了 只是說錄影是產生影片 那錄製的話 這個是產生對應的VBA層次 產生完之後的結果 會放在聚齊裡面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錄了兩個 兩支聚齊 那最好是先彩排之後再錄製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 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層次 註解的部分其實就是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VBA程式你可以怎麼開上個禮拜的 不按物理點擊 上個禮拜如果你有存到檔案的話 你按編輯 它可以幫你把程式打開來 你這邊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姿態小的話記得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把它至少放大到12吧 看起來比較OK 甚至到14 OK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就是錄完之後 記得把那個註解加上去 這個是後加的 那每個動作 其實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原來你做了第一個動作 它幫你產生什麼樣的程式 其實大概以後你可以慢慢習慣 在那個這個VBA裡面 其實它如果要指定 比如說把游標放在某一個儲存格上面的話 其實就是寫 叫做什麼 Range12 就是這個儲存格 Range的話 其實當然 顧名思義是範圍 可是它這邊其實也可以指某個儲存格 把游標放上去的話 你就點Select 那輸入公式的話就是Formula 後面加R1C1 或者其實你不用R1C1也可以 那這個ActiveSale的話指的是什麼 Active 顧名思義 目前活動當中的Sale是儲存格 意思說你把游標放在這個Range12 所以這個ActiveSale其實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其實就指的是這個 指的是12 12裡面輸入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就是要AutoFill 然後範圍給它 那它就自動幫你把它整個填滿 自動填滿在這裡 OK 然後清除的話 其實差不多啦 有標放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程式一模一樣 有沒有跟這個一樣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其實得到的程式是這樣子 然後清除的話 Delete的話 其實就是Clear Contents 所以你把它Run完之後 最後我們上個禮拜說 把這個程式變成兩個按鈕 所以你可以把程式在插入按鈕之後 增加兩個 然後按下清除 它會執行剛剛要清除 然後 然後 串接就按下它 它就自動幫我把 上個禮拜的公式 之前的公式呢 又自動就完成了 那好處就是說 你基本上呢 假如說每天做很多動作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重複的動作呢 通通把它串在一起 它就會自動全部都完成 所以像現在有很多人工作 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的流程 那如果每天做的事情 其實大部分應該是大同小異的 都一樣的話 那實際上你就有必要 可以把它變成聚齊 OK 當然如果你步驟很多的話 你當然不需要 從頭到尾一次就錄完 你可以第一個聚齊 第二個聚齊 第三 第四 然後再分階段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你只要執行這個聚齊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所有的事情 通通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在Excel裡面 有這個還蠻方便的功能 OK 但是錄製聚齊的話 有一個缺點 因為它是Excel幫你產生的 那如果說今天喔 假如我們要自己寫VBA 比如說我今天喔 你可能想說老師那如果 因為其實這個感覺好像自己都沒有寫到任何的程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自己來寫 你不要用錄製的 OK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用錄製的 那你要該怎麼去撰寫一個VBA的程式 所以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內容 相對於前面的部分喔 應該會更加的稍微困難一些些啦 不過也不自己太 主要是說教你怎麼樣喔 如果你不用錄製的 那你還是要達到 跟錄製聚齊一樣的結果 OK 那怎麼樣自己寫 所以喔 接下來來看一下 就是有關喔 在Midio Basic裡面 如果說我今天要自己寫一支 這個VBA的程式 那當然其實就應該算是兩個程式啦 一個是什麼 類似這個串接的功能 那一個也是清除功能 這兩個程式喔 我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開始寫這個VBA程式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要了解 那我主要是希望喔 做到哪些效果 就是把公式輸入 然後並且幫我把它重複執行 到最下面 幫我全部把它填滿 那清除的話一樣啦 就是幫我把裡面的資料 變成沒有把它清空 所以類似像這樣 這個跟這一個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喔 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要自己寫 那該怎麼開始 所以待會 我們就接著要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先打開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 這個自己來撰寫的部分喔 那一樣呢 我會把那個 這個細節部分喔 放在雲端白板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啦 上個禮拜或前幾個禮拜的東西喔 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的第一個檔案 就是我們對應的這個檔案的名稱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也有 之前做的相關的動作 包含就是從函數 然後公式喔 再到我們有講了一個樞紐分析表 再來就是有關錄製劇集啦 所以上個禮拜那段程式嘛 其實這邊也有啦 就是這兩個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End Sub 這一段 跟這一段 把這兩段呢 當然你可以重錄啦 如果你假設你動作比較慢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個Ctrl C 這個在第幾頁 第11頁的地方 Ctrl V的話其實就貼到模組裡面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這一段程式貼過來 那其實就 也有之前上課的內容 那接下來我們待會再來看 如何自己撰寫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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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